因素的内容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知识点的第二个大问题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交易策略 什么是交易策略呢 我们先看教材给出的定义 所谓交易策略是指企业通过一定方式 与供应商进行交易 获取供应品的策略 那交易策略用通俗的话来解释 一言以为之 就是企业与供应商打交道的一些个套路 一些安排 一些个方法 为之为交易策略 那教材说了 从企业所需采购的产品服务的性质 我一直在说产品是有形的 服务是无形的 其实说一回事 我们就把它简化为统成为产品 就是从企业所需采购的产品的性质 和供应商的特点 两个维度 可以把交易策略分为四类 市场交易策略 短期合作策略 功能性联盟策略 创新性联盟策略 大家看两个维度 产品的性质 供应商特点 然后四种输出结果 所以说 交易策略这个知识点 它本身也是个二维矩阵模型 哪两个维度 一个维度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什么 有关产品的维度 通过这个产品维度 它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 管理方面的一个要求 所以这个维度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PARDA的产品维度 通过产品的载体 填出管理的意图 这纵向维度 横向维度 是什么 supplier供应商 supplier供应商 这个维度 好了 你二维矩阵模型 不得每个维度 分成两种情形 每一种情形 对吧 两种情形 两个维度 每个维度两种情形 最后二乘二 四种输出结果吗 咱上来啊 产品 这个纵向维度 它分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 是什么 是为了满足创新 满足创新的意图 管理意图 另外一种维度 就是为了什么 这种正常的生产经济需要 一个是守正创新 对吧 这个正常的 这是我们习总书记说的 守正创新 这个是 就是正常有守正 那个又创新 这是产品 以产品为载体 体验头的管理的意图 就守正创新 供应商 的特点是什么 一个是跟供应商什么 shortem 短期合作 一个是打算跟供应商 长期合作 按照我们教材所讲 市场交易策略 市场交易策略是我随用随买 为的是守正 短期合作策略都告诉你短期的 是和供应商短期合作 这个短期合作是市场当中有了风口了 市场产生新需求 所以说短期合作 它在产品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意图 满足市场的最新需求 但是跟供应商 它是短期合作 好了 创新性 联盟策略 我们稍后会讲到 是和供应商打的产品 一开始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这个产品刚创新时 就和这个供应商合作 陪伴着这个产品成长 咱合作 所以说是长期合作 人家题目叫创新性 所以说 创新性的这个联盟策略 适合供应商的长期合作 满足创新 而功能性联盟策略 按照我们教材所讲 既然是联盟 此处的这个联盟策略 指的就是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不是短期的 而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利益 这是我们在前面战略联盟讲的 所以说功能性战略联盟 也是供应商的长期合作 但是它只是一个功能性的 这个战略联盟 就是为了完成正常的 守正的战略生产 所以说 功能性联盟策略在这 所以说教材此处讲的 它也是一个二维矩阵模式 两个维度 一个是产品 但是这个产品载体体现的关键意图 这连分成两个维度 就守正创新 供应商的特点 其实体现就是和供应商是 短期合作还是长期存 所以说二乘二四种输入结果 大家可以把课件先暂停一下 熟悉一下这样一个二维矩阵模式图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学每一种交易策略 你心里就喝了 我们首先看市场交易策略 什么叫市场交易策略 就是我随用随买一把一千 就企业通过与供应商亲力买卖合同 在市场上取得所谓供应品的策略 比如我需要这个 我有采购 采购签个合同 买完一把一千 这叫做市场交易策略 适用条件是什么呢 供应品的技术含量低 或生产技术相对成熟 就是说这个技术烂变阶了 基于这技术产品烂变阶 供应品在企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 不具有重要性 它不是说生产和销售 这个产品的关键零部件或药件 不是药件 只是我普通的一个零配件 一环而已 第三点 这种交易就一百千 买完了我就用 有问题我自己能鼓动 鼓动不好 因为这产品烂门接 我就接着再买新的 把它扔掉 就不需要售后 第四点 第五点 第六点 说是三个适用条件 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 供应商所处的市场比较成熟 充分竞争 供应商数量多 竞争激烈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是一个竞争充分激烈的 集中度低的一个活跃市场 Active Market 它能够确定一个什么 公道的价格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 就是市场供需形成的一个公道价格 你就到市场报价买 就不会什么吃亏 Active Market 形成一个活跃市场 形成一个公寓的一个价格 供需关系 形成一个巨统价格 所以说你不去再购买钱 再调查货比三家 再货比三个家的价 再问这价是不高 这价是低 它充分竞争 它的价格 就是市场形成的一个公允的巨统价格 你到哪买都这价 所以说你可以随用随买 这就是市场交易策略 所以说市场交易策略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这是P 这是供应商 一个产品供应商 我随用随买 买完的一拍两散 肯定是一种什么 短期合作 而且技术含量低 技术都烂面接了 我生产用到就来买 这是一个惯常生产 所以说是属于什么 守正 所以说市场交易策略在这个项目 我们来看特点 企业无需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短期的 只要通过市场竞价方式 就刚才给大家解释的 就能及时获得质量合格 价格低廉贡品 为什么能够物美价廉 因为什么 充分竞争 为什么物美价廉是充分竞争结果 因为只有玩性价比 你这个企业才能够在这市场当中存活下来 才能够脱颖而出 这不都是咱们所学的支点的一脉相承吗 你说这些那种物美价廉 充分竞争 性价比 咱哪个概念没讲过 都有 都用到 这是市场交易策略 我们再看短期合作策略 那短期合作策略是什么呢 咱们先看这个一顿图 一个P一个供应商 短期的 长期的 习总书记说的 守正 创新 短期合作 那肯定就是在短期这来了 那再看短期合作策略是什么 企业为了应对一定的市场需求 对供应商采取短期合作策略 在市场需求满足或消失后 合作就宣告结束 这叫做短期合作策略 就是说 市场有这个需求 有这封头了 咱俩就合作 一块标榜子 抓住这市场 稍动击出击退 挣钱 等市场的需求满足了 人家够了 不要了 或者需求没了 可能市场又转向另外一个风口需要 那咱就一排两三 所以说还是我以前讲战略联盟啊 并购啊 新建啊 就内部发展 外部发展 例子 你这种啊 市场交易策略 就一把一清的 其实就是路人甲路人女的关系 巡警打他爹 公事公白 短期合作策略 就是打一个不太雅的例子 就相当于情人关系 陆水夫妻 情人关系 就是说 有利了 咱就合作 没利就一拍两三 所以说 这个短期合作 是吧 市场有机会了 咱就在一起 市场没了 无地可图 各自非 对不对 那么来看适用条件 就企业产品面临急剧变化的市场机会 和变化灵活的客户需求 也就是说 有了什么 这种急剧变化的市场机会 或者说是变化灵活的客户需求 这需求其实就是市场机会 说的都是一回事 但是 急剧变化也好 变化灵活也罢 他们强调的 都是什么 稍纵 急事 稍纵急事 快 供应品的供给具有较高的适应性 适应什么 适应 新需求 或者说是什么 这种新的市场机会 就是为了满足这个新需求 新市场机会 做阶段性生产出来的特定的产品 特定的 这种供应品 这怎么理解呢 我这个企业为了满足烧动急事的这种市场机会 或者说客户烧动需 失踪需求 我得推出来什么 满足这种新机会 新需求产品 我满足的是新机会 新需求 我要的是新的配套原材料 这叫做供应品的供给具有较高的适应 能适应我的新的要求 供应品得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对企业的产品设计生产都有重要的影响 所以说短期合作策略 他依托产品所体现出来的管理要求是创新 新的什么 市场机会 新的什么 客户需求 这就要求什么 供应商给你提供的 满足你生产要求的这个供应品 也得体现出什么 一个新自来 因此供应品 他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这些技术含量 其实体现出一个新来 而且人家的供应品 是满足你的 是吧 新的生产要求的需要 所以说你没有人家这种什么 适应性比较高的 这种什么供应品的支撑 你满足市场 新的机会 满足客户新的需要的那个新产品 就生产不出来 所以说你产品的设计 你产品的生产 你产品的销售 都得救护着 参照着 比照着 或者受制于 人家供应品给你提供的 能够满足你这种新的生产要求的 是吧 技术含量比较高的 是吧 这样的一个供应品 所以说供应品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正如如此 它对企业产品的设计生产 才会都有重要的影响 所以正如如此 短期合作策略 它是在这个向前 合作是短的 但是是满足创新的需要 你创新需要 让着供应商给你提供供应品 是吧 也得满足是需要 所以供应品得有较高的摄像性 满足你新的生产要求供应品 也得突出一个新 这就是技术含量高 你所有为了满足新的市场机会 客户新的需要的 这些个新产品的生产 最底层的支撑 就是人家什么 给你提供什么 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什么 原材的供应品 所以你只要有了人家这个 你才能后续的设计生产销售 所以说供应品的新字 对你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 多有重要的影响 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这是短期合作策略 我们接下来再看功能性联盟策略 什么功能性联盟策略 企业与供应商通过定义协议 结成联盟策略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战略联盟 还是先看一下 这个二维指振图 这是产品 这是供应商 这是短期的 这是长期的 这是创新 这是守证 功能性联盟策略 既然是战略联盟 那肯定什么 都是长期的 你功能性联盟策略 是为了满足贯常的日常生产需要 才达成的功能性联盟策略 对吧 我是采购 你供应 你就 咱们在采购供应的这环节 这个功能 就这个环节 咱们达成联盟策略 达成战略联盟 所以说守证 跟长期合作 确定了 功能性的联盟策略 是在这儿证据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适用条件 来看一下适用条件 供应品在企业产品的胜量进行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也就供应品在企业产品的胜量进行中 正是因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所以说 我虽然是惯常生产 所以说我虽然是惯常生产 但是供应品怎么样 在我胜量中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说 我才得和供应商什么 针对这供应品达成战略联盟 你要是市场交易策略 刚才说了 市场交易策略 你的产品怎么样 在整个胜量中 起到的是无独轻重作用 没有太大作用 所以说我可以随用随买 但是这个供应品 如果说在我胜量进行中有重要作用 那可就不能随用随买 它很关键 那我就得什么 为了保证这种正常经营需要 虽然是正常经营需要 无创新 但是正常经营需要 这个供应品在我胜量进行中起到重要作用 那万一我闪失 我也受不了 怎么办 和供应商签订这种战略联盟 企业对供应品的需求量什么 大 就是说不但作用重要 而且我需求量大 我生产的多 我需求多 而且这东西呢 对我生产很重要 一旦我闪失 我整个那么一大片的这个生产全废了 我市场那么大的需求 就全白瞎了 所以说我得跟供应商达成战略联盟 供应品的生产技术成熟 可地带性较高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供应商能提供 他能提供 谁都能提供 那有的学员说 那这样的话 你还能功能性联盟策略干什么呢 你就能整这个市场交易不就完了吗 不都有吗 烂面接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 有很多学员对这点不理解 我给解释 它是什么逻辑呢 是 成熟可地带性强 按照咱们讲的市场交易策略 烂面接 对吧 市场成熟 什么充分的 巴拉巴拉都有 但是你可别忘了 此处是什么 供应品 它在圣诞经中起个重要作用 供应品的供应商是多 你也行 你也行 但是能够满足你要求的不多 所以说你得择其善而从之 得选那个能满足你要求的供应商 它是这一点 就是说适用条件什么 供应商什么 可选余地的 大 但是供应商的 供应品的质量参差不齐 你得择其善而从之 然后第四点 供应商拥有较强的生产能力 和实现规模经济 就是说你选了那么一家 它的生产能力 得满足你需求 而且它得实现规模经济 因为你就选那么一家 达成战略联盟 它得有规模经济效 这样才能够双赢 就是说它有了大订单了 它赚了钱了 然后它在保证它利润空间的情况下 它降价 成本降了价格降了 这样你作为采购方也合适 所以说 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才有了那么四点适用条件 所以说 功能性联盟策略的特点是吗 就是与供应商合作关系长期稳定 有助于规避减少双方的生产经营风险 第一点 想想我们刚才的那个什么 二维矩阵模型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第二个这句话我们想想 前面讲过的战略联盟的那套词 是不是也这套词战略联盟的六个动因 要实现双赢不也是战略联盟那套词吗 各取所需 瘸子跟瞎子的故事 实现双赢是供应商的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效应 降低供应品的价格 从而相应的使你企业本身采购成本降低 所以说这是功能性联盟策略 我们接下来最后看创新性联盟策略 还是拿二维矩阵来说是 这是产品 通过产品来体现这种什么 管理的意图 创新 首证 这是供应商 短期合作 长期合作 创新战略联盟肯定是为了创新 战略联盟肯定长期合作 打产品一创新就合作 所以说 创新性战略联盟在这个项目 第一项目 第一项目 所以说什么是创新性联盟策略呢 就是企业为了产品业务的创新 并取得长期竞争优势 而与供应商结成的联盟策略 就是说 你在这个产品刚在创新萌芽的阶段 你就把供应商绑架在一起 和你一块共同分手 面临风险 企业采用这种策略时 往往从某种新产品的概念刚提出时 就开始与供应商合作 咱们俩一块冒险一块玩 其产品的设计 试制改进定型生产与供应商的产品 技术创新基本同步 相互契合 说是基本同步 但是虚微的有前后脚 你怎么也得说 在创新当中到那阶段了 我为了把这创新realize 变成现实 我得需要什么样的新材料供应 然后和你达成战略联盟共产 就给你去落实 所以叫基本上同步 因为它虚微的还有点前后脚 你得先提出创新时需要的原材料 供应商才采取给你专门生产 为什么它那么听话 那么配合 因为你们不达成战略联盟 为什么供应商跟你绑架在一起 无力不起早 风头一旦成功了 银票打大的 为了创新的最终成功和取得双效果 双方需要进行紧密和持久合作 你看 长期合作 又是创新 所以说不就在这个 举阵这待着 在这个项线这待着 包括双方发展战略的 相互配合 以及资金人员等重要资源的协调实力 必要是双方还可以建立共同基金 合资企业或进行股权式合作 你看这不都是共同基金 合资企业 股权式合作 这其实什么 都是前面讲的战略联盟的事 然后呢 带到宽成功了 怎么样 再整些股权式合作 相互持股啊 或者说是什么 谁对谁进行职业投资等等 所以说第三点 是吗 为了创新的最终成功和取得双效果 是有利可图 供应商才和你进行风投 一块冒险 在这过程当中 你们的资源可以窜或使用 你创新当中 这个产品需要什么 原材料 什么供应品 供应商乖乖的给你供应 因为它的利益也在其中 这就是创新性联盟策略 我相信 按照我这么讲 可能很多学员对于教材 今天新增加这部内容 可能还感到出头 有一些个蒙圈一头雾水 但是我那么讲 应该说 大家听一遍 基本上就都理解 大部分内容也记下来 线下可口稍微的再手一手 再看一看 这块内容也就都掌握 对于这四类交易策略 来给大家今天总结 总结之前 我们还是把这二维举论图 很正式的画一下 这是产品 然后以产品体现出这种管理意图来 产品就是守正创新 供应商supply supply 然后是短期的合作 长期的合作 从管理的侧应点来看 我们刚才说了 四个输出模型 对吧 这是市场 这是短期 这是创新性的联盟 这是功能性的联盟 好了 你有了这个二维举论图 你再看教材表述 基本上就不用死地硬背了 从管理的侧应点看 就体验出管理意图来看 这其实说的产品是 企业采用市场交易策略 采用 功能性的联盟策略 主要是 侧重于什么 降低采购成本的考虑 大家看啊 企业采用市场交易策略 采用功能性联盟策略 主要侧重于什么 他守正 他正常经营 他的管理意图是什么 是为了满足正常经营什么 来降低采购成本的 这样考虑 也就是说守正 就是正常经营 正常经营的采购 要考虑的 就是降低成本 所以说守正创新 守正就是满足正常经营的 那种惯常要求 那么正常经营的 对于采购的 惯常要求 就要降低成本 所以说 这体验出来的管理意图 是守正 是降低成本 而采用短期合作 和创新性联盟策略来说 则是 侧重于创新的考虑 你看 有这二维举认图 你从产品的维度 纵向维度看 都理解了吧 那么接下来第二点 教材说的是横向维度 从与供应商的官员中 所追求目标看 企业采用市场交易策略 短期策略什么 注重的是 和供应商的短期合作 是短期利益 采用功能性联盟策略 和创新联盟策略 是和供应商的长期合作 追求的长期利益 所以说 第一点 说的是 纵坐标 第二点 说的是什么 横坐标 咱们所讲的 这是纵坐标 这是纵坐标的什么 守正的维度 这是纵坐标的创新维度 这是横坐标 横坐标 这是短期的维度 然后这是什么 长期维度 你把那个矩阵记下来 你说这些内容 你还用死地应为 你要真是入脑入训请问课 这课还没结束 这些内容已经都理解和记忆 这就是给大家讲解的这个知识点 第二方面 我们接下来呢 看一下这个知识点 所讲解的第三大方面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采购模式 什么是采购模式呢 所谓的采购模式 根据教材给出定义 就是指企业进行采购活动的具体方式 就是说这个企业进行采购 它具体怎么做的 位置为呢 采购模式 教材介绍了五种采购模式 我们接下来呢 就把这五种采购模式的定义 它的内涵呢 它的特点呢 有典型特征啊 等等的 来给大家呢 分别进行讲解 今年考试 对于这块内容 如果说体现考察要求来 更多的 如果说往简单考 比如要依照单选题 让你判断 案例当中的企业 它采用的是何种采购模式 往南处考 就是考于到多项选择题 是个阶梯式问题 也就是说根据案例信息 让你先判断 企业应该采用的是何种采购模式 然后据此再判断 ABCD的四个选项当中 哪两个或哪三个或哪四个 体现的是这种采购模式的特征 我们接下来呢 首先从最简单的看起 传统采购模式 这传统采购模式 就是我们广大学员 头脑当中 印象当中的那种企业采购模式 就是企业采购部门 在每个月末或每个季末 根据库存的情况 来制定下个月或下个季度采购计划 我们在财务成本管理 筑块财务成本管理 在终极考试的财务管理 学习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其实都是基于一种传统采购模式的场景 基于此来讲解相关内容 来出相关的一些题目来进行考察 就是根据库存情况 制定下个月或下个季度的采购计划 经主管经理或企业负责人审批后 向供应商发出采购信息 供应商收到这个offer之后 再经过offer之后向企业报价 然后再经过双方的谈判讨价还价 最终签订交易合同 必要是企业还可以通过招标方式 来确定供应商和交易价格 这是应该说是买方市场 供应商竞争比较激烈 所以说企业比较强势 它可以通过这种招标方式 来确定供应商 以及供应商供应商的价格 这些都是表象 但是内核实质的是传统采购模式 就是说我固定在每个月末或每个季度 我来确定下个月下个季度采购计划 然后发信息 讨价还价签合同来采购 这是传统采购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传统采购模式 它有什么特点 这四个特点不难理解 第一个特点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充分 不十分有效 这个好理解 就是说我这看看月末即末库存有多少 然后我再确定下个月下个季度买多少 各玩各的 然后呢我确定有多少 我就跟供应商来去寻价 然后供应商来报价 所以说提前都不通气 然后呢企业和供应商之间就是单纯的供需关系 没有其他合作 就是说我想买了就问你寻价 你卖给我就事了 一把一清 交易做完之后一拍两赛 所以说没有什么其他合作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以补充库存为目 它是以库存为导向 你看教材表述其实挺严谨的 就是说他看库存 哎不足了 少了 然后呢我去呢补充 他跟他不考虑啊 市场需要多少生产的需要 反过来的倒逼生产的需要我有多少库存 他就看库存 所以说缺少对生产需求及市场变化的考虑 对吧 你得是市场需要的多生产多我就多进 市场需要少 我少生产就少进 他不见 他就看库存 他脱钩的跟市场跟生产环节 因而经常造成库存积压 或者说什么 供不应求 但也就是说 也就是我看库存少了 我呢雷打不动的 我下个月或下季度 我就把库存呢补充到惯有水平 你要是市场需求少 我生产少 我不需要那么多原材料 那就在库房里压呀 你要是市场很火爆 我生产的多 我还就这么多库存 最后库存用完了 我采购没跟上 最后供不应求 所以说就会影响企业的这种什么 这种正常的生产经营的持续性 要么是积压 要么是供不应求 所以说积压 它有库存成本 你供不应求 有丧失市场机会的这样一个机会成本 客户流失的成本 所以说 这种管理方式 这种采购的模式 成本是趋高不下 所以说它不难理解 对不对 但是呢 大家要记住 它是以补充库存为模式 它和市场和生产是脱节的 它就玩库存 我就做这些 你少用 我也这些 你多用就这些 所以说 要么是滞销 要么是脱销 这就是这两种 对吧 要么是滞销 要么就脱销 这些都会产生成本 这是传统采购模式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 MRP采购模式 就是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 就是材料需求计划 这样一个采购模式 那什么是MRP采购模式呢 就指企业以生产的导向 它比传统的改进了 它跟生产挂钩 根据生产计划中的产品数量 结构和库存情况 计算推导出需要购买的各种原材料 零部件的数量 以及进货时间 据此呢 来编制采购计划 按照采购计划 向共产发出品牌 这个比传统的进一步 它不脱节了 它呢 是和生产挂钩 生产其实就是市场需求的底下 就是说我生产多少 就是我生产用多少 我就采购多少 所以说MRP采购模式特点呢 就是生产计划和采购计划得十分精细 就是我有这个市场需求 我编制生产计划 那生产计划定了 生产用的原材料 它的数量啊 它的需要哪些品种啊 每个品种需要多少啊 然后呢 大体什么进货时间呢 因为每种原材料零配件 库存不同啊 生产是需要比例不同 它进货时间全交错 所以说生产计划和采购计划得十分精细 正于精细 所以采购计划的计算编制就非常复杂 这是呢MRP采购模式 大家应该掌握的项目 我们再看呢GIT采购模式 GIT采购模式就just in time 那什么是GIT采购模式呢 就是我企业接着订单了 根据生产 根据完成订单需要 我来确定需要采购哪些种类的原材料 每种原材料的 它的数量质量要求是什么 然后什么时候给我送货 送货是不是送到我仓库 是送到我生产线 我根据就用了 就是我用多少定夺 所以送到生产线 我直接用了 用完生产出产生品 我直接就发货了 所以说GIT采购模式 它没有原材料供存 它同样也没有产生品供存 所以说GIT采购模式呢 又称准时化采购 只是企业根据自身生产需要 对供应商下达订单 你看啊 教材是说了 但是这个话还是那句话 窗户指令就是不给你捅破 根据自身生产需要 什么叫自身生产需要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解释的那段话 就是教材讲的这个意思 需要对供应商下订单 要求供应商把适当的数量 适当质量的物品 在适当的时间 送达到适当地点 什么适当地点 就是生产线旁边 旧手就生产用了 所以说它没有原材料供存 所以这种采购模式 既能及时充分的满足企业 生产这个物足需要 怎么叫做及时充分 我接着订单需要多少 我告诉你 然后你按照我时间 送到我生产线旁边 所以既能充分满足企业 生产对物资的需要 又能使企业的库存量 降到最小 甚至实现零库存 为什么就不做 刚才给大家解释 从而大大减少了 相关的采购仓储的费用 加快了企业的资金周转 因为它占的资金是最少 我用就采购 采购完了 直接生产线生产 生产完产生产品 我就发货走 没仓储费 依托于采购的 依托于采购相关成本 也降到最低 所以说 这种working capital 按照财务成本当中 所以说这种 营运资本 它附着的最少 加快资金周转 我们来看一下 GIT采购模式特点的 供应商数量少 甚至单一供应商 因为这要求企业和供应商的一个默契配合 GIT采购模式最出售日本的提牌 这是由日本这个民族的特点决定 活系严谨 你要让法国人 这GIT采购模式肯定是实现不了 就是日本人这个民族 活系严谨 生产企业和供应商这俩企业 得高度的契合 所以说得建立长期稳定关系 这样才能够默契 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配合 所以说供应商数量少 甚至是单一供应商 得提高供应商和你的合作紧密程度和中程度 配合度默契 企业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 而且我刚才说了 为什么给大家介绍GIT整体背景 你后面特点好理解 我是接着订单 根据你的订单 我找你采购 随接订单随采购 所以采购批量小 送货频率高 企业与供应商都关心对方产品的改进和创新 并主动协调配合 信心共享 快速和靠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供应商得看这企业 最近有什么生产什么新的产品 需要什么新的原材料 然后送货是有什么要求 我得研究 研究完了 他要真下订单 我得满足啊 那生产商得看供应商 又有哪些改进 他才知道 他提的要求 供应商到底有没有达成的实现 有没有达成实现的可能性 所以说这就是GIT采购模式的四个特点 你看我给大家介绍完了 解采完了GIT采购模式的大体情形 你再看和教材讲的特点是文和的 你不给讲透了 你这死记硬背 怎么就采购批量小 送货频率高了 怎么就得是单一供应商长期稳定的关系 你看讲完之后 你再看就知道教材为什么这么讲 所以教材讲的呢 内容都是隔靴搔痒 你说他讲了都讲了 但是你没有背景知识 你说教材说的什么根据自身生长需要 什么适当的数量 适当的质量 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质量 怎么叫适当的质量 怎么有零库存 你必须得知道什么是GIT采购 我们接下来呢 看第四种采购模式 就是VMI采购模式 用卖方管理的存活 所谓的VMI采购模式呢 就是指企业和供应商签订协议 企业的库存由供应商来管 由供应商来确定什么 最佳库存量 也就是说 你这个库存 是由供应商来根据你企业的这个产品市场销售 倒逼出来的生产需要 由供应商来判断 你的库存到底需不需要补充和更新 就是有一种冷 叫断 奶奶觉得你饿 有一种饿 是指的妈妈觉得你饿 道理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这个库存 到底需要不要补 是由卖方供应商来做 这样呢 制定并执行库存补充措施 合理控制库存水平 同时双方不断监督协议这些情况 事实的修订协议内容 使库存管理得到持有感性 这都口水化 所以说VMI采购模式 它是由vendor manager inventory 就是用卖方管理存货 就是说你的存货管理交给供应商 然后供应商根据你的销售生产情况 来判断你的库存是不是该补充 特点是什么呢 你这个库存都交给供应商管理 所以说企业与供应商得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而且这合作关系 你把你库存都交给人家 你生产东西的原材料 就相当于打仗的战斗的这个子弹 都让人家管着 这是深层次合作关系 第二个特点呢 是打破了各自为政的采购和库存管理模式 因为前三种采购模式 什么MRP啊 GIT啊 传统的 都是以企业为主导的 对吧 就是说我就以库存为锚定 或者说呢 我拿生产倒逼采购 或者说我接着订单来采购 都是呢 还是割裂开来 只不过割裂的这种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小 到了VMI这个模式 这就打通了 打破了各自为政的采购和库存管理模式 供应商通过共享企业实施生产消耗库存变化 消耗趋势等方面信息 及时制定并实施什么 正确有效的捕获策略 也就是说 你这个企业 把你的生产情况 库存变化消耗情况 都是吧 共享给供应商 供应商根据这个他经验 他判断 是不是你该捕获了 不仅以最低的成本满足了企业对各类物品需要 而且尽最大可能减少了自身由于独立预测 企业需求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各种浪费 节约了供费成本 也就是说换一个人棱眼看来判断 比你身处其中看 应该说更客观一些 判断更精准一些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这是第二个特点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特点 就是企业与供应商之间 按照利益共享风险供单原则 协商确定对相关管理费用 和意外损失的分担比例 以及对库存改善带来的新增利润的分成比例 从而为双方合作 电影建设基础 也就是说 你的库存交给供应商管 得挂点彩 首先人家不是白管 人家供应商管买货 先说你把库存给我管了 人家供应商说 平妈呀 所以你得给人家管理费 交完管理费之后 这是规定人家干活给人钱 没毛病 但是这库存你给他管 你得后评价 他得效果 他要是连出昏招 还没你自己管的好了 该进补充存货时 他不给你补充 不该补充让人家很多 这不额外产生的成本吗 你供应商管砸了 你得分担 但是供应商接手之后 管的比你好 节省成本了 少花钱就挣钱了 那钱也得分人家 一部分 就是我替你干这活 这过程 你甭管 效果怎么样 我是不是有苦劳 不干了吧 先给管理费 然后我干这活的效果好了 你付我钱 不好 我赔你钱 这就是VIMI 说就这么简单 你说半天 不就是这件事吗 我们接下来 看最后一种高大上 老先进的采购模式 叫数字化采购模式 你看数字化采购模式 现在时髦的这些个概念 全都罗列上了 只通过AI 物联网 就是云端等协同技术 人工智能 AI 物联网 IoT Internet of Things 云端 Cloud 你看这不都是现在时髦的词吗 这些协同技术 实现对采购全流程的智慧管理 各个环节都自动化 都能可视化 看见哪 小派型图 柱状图 折线图 散点图 标准化 所有的这些个合同 这些报价 这些规格都是数字编板标准化的 可控化 既能够自动跑 又能人工关于 通过实时监测 定期评估 使之不断优化 你看说的都是太棒了 So great 特点呢 就是企业和供应商 以数字化平台为基础 建立了自动识别 彼此认知 直接交易 高度契合的信用图 都是自动的 都自动判断 智慧化 就是依靠啊 人脑判断都过时落步 都交给电脑去做 他给你判断 所以说自动化技术 淘汰了一往大量的人工炒作 创新优化了 采购流程 甚至企业全部也有流程 因为你采购流程那么先进 就倒逼着你的生产啊 销售都得呀 配全套的 这理念咱中国早几千年就说了 在五九那个故事嘛 一个国军送了个象牙筷子 说咱不能用啊 用象牙筷子就是好餐具 好餐具就能好吃的 好吃的就是好享受 好享受就是弄钱 弄钱的国家王 就一双筷子引发的血案 其实原理是一样 你这是先进就能倒逼其他都先进 然后呢 采购管理的科学性 便捷性 经济性 准确性 什么好词都往前用 空前提高 降稳增效 非常显著啊 然后呢 适应新技术发展区 是推广前景 适应广阔 所以说数字啊 采购模式 还是我们分的目标 那这就是教材呢 所讲的五种呢 采购模式 那么讲完这个之后 咱们这个知识点的理论物需内容 就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咱们这个知识点呢 给大家讲三部分内容 第一个是货源策略 第二个呢 就交易策略 第三个就采购模式 后两部分内容呢 是今年教材新增加的 所以说他没有呢 历史真题呢 相匹配 第一部分呢 货源策略的今年教材呢 也发生了一些个 较大变化 一些个货源策略的分类啊 命名啊 包括里面的优缺点呢 都进行了相样的调整完善 所以说呢 应该说货源策略 它历史上呢 有一部分真题 对于这部分真题呢 我根据今年 这一部分的教材最要变化呢 对于历史真题呢 进行了一些改编 然后呢 也给大家讲解 第二三部分 是今年新增加内容 它历史上呢 就肯定没有客观真题可讲啊 所以说呢 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讲解这个知识点的 客观真题 主要是集中在 这个知识点的第一部分内容 货源策略这一方面 我们首先呢 来看2020年 改编的一道单选题 应该说货源策略 这部分知识内容题目呢 都比较简单 因为它不难判断 然后呢 判断完之后 它的优缺点又都出来 凌川公司呢 是一家汽车制造商 原先只从一家公司 购买其所需全部周成 后来改为分别 从多家公司分批购买 下列各样中 属于凌川公司 增加轴承供应商的 目的的是 原先呢 是少数和单一货源策略 现在是什么 多家 就是多货源少批量策略 人家问 属于凌川公司增加 轴承供应商的目的 其实问的 考的就是有关 多货源少批量 这种货源策略的相关内容 A 可能获得高质量的 轴承产品 B 与轴承供应商建立 更稳定的关系 C 产生规模经济 D 利用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对供应商压架 应该说前三个选项 其实描述的都是 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的 优点 而凌川公司增加 轴承供应商 它是多货源少批量的 货源策略 所以说只有选项D 描述的是 凌川公司增加 轴承供应商的什么 这种货源策略特点 也是它的优点之一 因此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D 应该说这道题目呢 它本身是一道step question 是一道阶梯式问题 是一道阶梯式问题 所以说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D 我们接下来呢 看2016年改变的一道单选题 假公司呢 是一家中式连锁快三企业 长期只从一到三家粮油公司采购大米 面粉色辣油等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假公司货源策略优点 是单选题 不属于假公司货源策略优点 是就说明这四个选项当中 有三个选项 它是属于假公司货源策略优点 就其中一个不属于 这个弯的转过来 第二个呢 这道题还是一道阶梯式问题 你得判断假公司的货源策略是什么呀 只是一到三甲 所以说这是属于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 那我们来看一下ABCD选项 A选项可以与联邦公司之间 建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这是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 这就是优点 没毛病 通过大规模采购 享受规模经济改来价格优惠 这是今年教材的新说法 没毛病 可从联邦公司获得高质量供应品 教材原文没毛病 有利于从三家联邦公司 获得更多知识技术信息 这个就是 多货源少批量货源策略 优点 它就不是假公司的这种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 所以说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第一 我们接下来看2014年的一道改变的多选题 在采购战略中相对于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 采用多货源少批量策略的优点 应该说呢 在2014年筑块战略的设计当中 我们还能够见到考察知识点直接还原的题 应该说现在呢 应该说这种考察知识点直接还原的题目 应该说几乎是见不到 那么这道题目它考察的知识点非常明确 其实一言以蔽之 它考察的就是多货源少批量 这种采购策略的优点 是多选题 就说明选项当中至少有两个选项 是满足题目要求的正确答案 我们呢 ABCD这四个选项 依次来看一下 首先呢 来看A选项 能与供应商建立较为稳步的关系 这是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的优点 B选项 能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专门技术 刚给大家呢 讲解过 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多货源少批量策略 众多的供应商 都希望呢 他们各自能够从你这获得更多的订单 所以说呢 他就会来向你宣扬他自己有多么优秀 然后呢 Bus呢 顺便Bus一下呢 他的同行 其他的供应商 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 就能够获取较多的知识和专门技术 所以说选项B 它是符合提议的正确答案 我们接下来再看选项C 可获得高质量的供应品 这是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的优点 多选题 至少有两个正确答案 应该说呢 A选项排除了 C选项排除了 B选项是对的 那D选项 按照提醒要求来说呢 它肯定也是正确的 可保证的供应稳定 东边不亮的西边亮 所以说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B和D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2017年改编的一道多项选择题 甲公司呢 是一家电动摩托车制造商 长期从一家电机公司购买发动机 下列各项中属于甲公司货源策略优点的事 应该说这道题目 它是一道典型的阶梯式问题 你现在判断甲公司的货源策略是什么 甲公司货源策略就是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 先判断 然后判断之后 再看甲公司货源策略优点 也就是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的优点是什么 A选项 便于信息的保密 这是单一 这是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的优点 没毛病 再看选项B能产生规模经济 也是呢 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 也就是甲公司货源策略的优点 C选项 易于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术 这是多货源少批量货源策略的优点 所以说C选项不符合提议 D选项能与供应商建立较为稳固的关系 因为甲公司采用的是少数或单一货源策略 所以说对供应商比较忠诚 反过来供应商对你也比较忠诚 所以说能与供应商建立较为稳固的关系 所以说D选项也是符合提议的证据答案 因此这道题目的证据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ABD 那这道题讲完之后 涉及到这个知识点的相关的历史真题呢 就都给大家的讲解完毕了 在这个知识点的最后 再给大家将前面所讲的四种交易策略的二维矩阵模型图 再给大家正式的梳理一下 归纳一下 强调一下 这个二维矩阵模型纵向维度呢 其实是产品维度 以产品为载体来体现管理意图 横向维度呢 就是和供应商的关系 是建立短期关系还是长期关系 以产品为载体所体现出来的管理意图 我们前面给大家总结了 就是守正和创新 那守正 前面讲过 主要是体现在什么 中规中矩的作业 力求低成的 而创新顾名思义 就是创新出西洋的新产品 所以说两个维度 每个维度分两种情形 二乘二四种输出结果 对应的就是四种类型的交易策略 这是我们前面给大家反复讲解的相关内容 最后 在此再给大家补充一点 我们不是简单的重复 是有新的东西来给大家补充 就是纵向维度 以产品为载体体现管理意图 守正创新 其实就是波特基本竞争战略 在采购职能战略当中的 这四种类型交易策略当中的一个应用 所以创新 就是差异化竞争战略的应用 守正它追求的低成本 其实就是成本领先战略 这种类型竞争战略 在采购职能战略当中的应用 这是最后 带领大家回顾 这个二维矩阵模型史 再给大家补充强调的一点 好 这个知识点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